然后我们继续拿到哪张算哪张 64挂 挂虚哥 这个在古代 每一个人都会背 小孩子 那么现在 大家要学这些的话 还是尽量背下来 字也不多 最后也是押韵的 那么这个挂呢 就好记下来就比较全 而且呢 它这个顺序啊 是 孔子编排的 一个先后事物规律 事才发展的这么一个顺序 所以 大家应该记下来 念一遍啊 乾坤之盟虚送诗 笔小续细吕太匹 这分别就是一个挂一个字 那同仁大友 就是一个 两个 千玉随 古灵关西 石和弊 那这个西医呢 就是为了押韵 古代读这个诗 那背诗 都摇头晃脑 西医等等的 波浮无望大虚仪 打过坎丽三十倍 那么这三十 就是这个叫 上挂 整个的 就是四挂的 上经 剩下三十四个是下经 上经是 所谓天道 下经是人道 这些挂 会经常的 涉猎 其实也都有了 但是整个 它是这么来论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 说词作为参考 再去 约用当中 互相的参悟 相恒顿系 吉大壮 金语名人 佳人魁 这些在这个 我们百度也能查到 这几个词 好吧 这个以后 我们这个顺序 有机会 再慢慢再讲 每一两个挂 都能说一会 那么八光挂 我们前面也说了 那这呢 它又单独列出来 前面纠正一下 那个叫 金方十六变 跟朱熹没关系 朱熹是搞一里派的 他就是 不管什么 他都讲理 讲道理 那么数数呢 这块 像 这个变化 是有这个金方 十六挂 简化成八卦 那么这个变的规律 我们也说了 这个初一二一三一 这个前功挂 这叫本功 那么这些都属于前功 那变到最后呢 第五腰变完了 六腰就先不变了 把四腰又变回去 那最后呢 后三个又一下变 回去 那么 实际上这个十六变里面啊 就从这开始 还有变到三腰二腰 然后二腰变完了 再变回去 再变出腰 再变这个这个 我们说到十六的时候再说 那么这个呢 就是比较重要的八个卦 这个代表一个整体的过程 那么看 这个叫归魂 这个这个叫游魂 这个叫归魂 那么一下游 一下就回来了嘛 看来没那么快啊 这个当中就有很多的变化 所谓游魂就心神不定 那么测到这个的时候 多数是不好的 那么归魂就相反 你比如说寻人的时候 归魂 或者说测病的时候 归魂 就是人回来了 他魂回来了 那游魂呢 搞不好 可能还会大凶 就再也回不来 这个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这个八卦曲相歌 这个就是根据这个 这个挂象的象征 你看这个 就真养育就行